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不仅是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峡谷景观 而且还很可能隐藏着远古文明 甚至是人类起源的秘密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方面的故事 1909年4月5日 美国亚利桑那州最主要的日报 亚利桑那共和报 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大峡谷探险 别看标题没啥特别的 但是内容却十分劲爆 这篇2000多字的文章说 有一个叫金凯德的历史学家兼探险家 在大峡谷位于亚利桑那州的这一段里 有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 时间回到一年之前 金凯德坐着一艘木船 从淮俄明州的格林河出发 沿着科罗拉多州 前往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小城 叫尤马 金凯德是史密森尼学会的雇员 史密森尼学会又是什么呢 它是美国最大的自然研究和博物馆机构之一 旗下有超过20个图书馆 9个研究中心 还有19个博物馆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 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史密森尼学会博物馆和美国国家美术馆 这些博物馆都是史密森尼学会旗下的产业 所以史密森尼学会可以说 是美国近代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金凯德此行的目的是探索大峡谷的矿产 一路上忽光山色让它沉醉不已 那个年代还没有便携式的相机 照相还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 但是它一路走一路拍 拍下了不少照片 船进入科罗拉多河之后 金凯德的行程就慢了下来 一百多年前的科罗拉多河 水量丰沛水流湍急 从大峡谷的底部穿过 流经亚利桑那州 然后在加利福尼亚湾驻入太平洋 金凯德所乘坐的木船开进大峡谷之后 就先在一个地方停靠了下来 金凯德没有提具体位置 但是这又是整个故事非常关键的地方 我们后面会讨论到 咱们先讲金凯德的经历 金凯德上岸开始了考察活动 他采集岩石样本 拍摄植物测量地层 忙得不一乐乎 忙累了之后 他就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 休息的时候也不闲着 一边啃着三明治 一边拿着一个望远镜四处张望 他就突然间看到了那么一个奇特的地方 在岸边的悬崖峭壁上有一个洞穴口 离地面大约有450米高 洞穴在大峡谷当然很常见 但是这个洞穴的奇怪之处在于 洞穴口似乎有台阶 这引起了金凯德的好奇 难道说在这悬崖峭壁上还有人居住? 于是金凯德手脚并用爬上了悬崖 这个洞穴口很小 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 他进入洞穴之后 金凯德被他所看到的景象 震惊的话都说不出来 亚利桑那共和报上的报道写道 进入洞穴之后 是一条大约三米宽 15米长的 向下倾斜的隧道 之后隧道就开始分成左右两条 呈Y字形 在分岔口处摆放着一尊 类似于东方佛陀的雕像 左右两条道又分出去无数条岔道 就像一棵树 先分成两根树岔 然后又分出无数树枝一样 树的枝岔上连接着数百个房间 每个房间的面积都不太大 和现代居士的房间面积相差不多 所有枝岔的尽头都通向一个大厅 大厅可以容纳上百人 大厅旁边有一个专门的神殿 沿壁上造出了无数东方样式的壁刊 里面供奉着类似东方佛像一样的塑像 有的手持莲花 有的佛像还长着无数只手臂 所有的雕像都是精雕细琢 而且保存完好 金凯德顺着大厅再往下走 发现道路又分成了两条 一条通往一个圆形的建筑 看上去就像现代的圆形古仓 大约有四米高 墙壁上的材质很像是现代的水泥 在墙壁的顶部有两个金属挂钩 金凯德就猜想可能以前有一架梯子挂在那 但是当时已经没有梯子了 所以金凯德也就没有上去查看 金凯德越走越深 但是奇怪的是 他丝毫感受不到气闷 就是没有缺氧的问题 也闻不到任何异味 只是感觉有一股稳定的气流 不停地向脸上吹 从大厅出来的另外一条通路 则是通向了洞穴的深处 洞穴最深处有一个房间 也是在这个洞穴建筑群当中最大的一个房间 在手电筒的照明下 金凯德看到了让他毛骨悚然的一幕 在岩壁凿出的壁刊里面 是密密麻麻堆满了木乃伊 再凑近一看 所有的木乃伊都用麻布和树皮包裹起来 一股刺鼻的味道直冲金凯德的脑门 让他头晕目眩 金凯德虽然身体不适 但是心情好的不要不要的 难道是我家祖坟冒清烟了 探险的第一站就找到了这么大一个宝藏 金凯德的嘴角笑得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他在洞穴里发现了一种 类似于薄金的灰色金属 还有发现了和古埃及风格 极端相似的黄金饰品 古陶器以及石雕 这就是报道的大致内容 文章一登出来 整个亚利桑那州都轰动了 反响热烈 信件像雪片一样向报社飞来 报社的电话线也随时被站满了 读者们都在问 洞穴在哪儿 我们也要去探险 几天之后 亚利桑那共和报又趁热打铁 刊登了第二篇关于洞穴的文章 但是对洞穴的位置在哪儿 还是三间七口 只是含糊其词地说 这个洞穴是在一个政府画设的保护区之内 意思就是说公众无法访问 然后就转而说洞穴里的文物去了 在这篇文章里说 有一个叫乔丹的专家验证 这个洞穴里还刻有神秘的象形文字 绝对不是当地的土著文字 而是类似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还有金凯德发现的 批量木乃伊经过鉴定都是男性 所以乔丹猜想 这个巨大的地下宫殿 也许是一个兵营 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兵营 能够容纳大约五万人 但专家还在继续研究 为什么看似古埃及人的文物 会出现在北美大峡谷的洞穴里呢 读者们于是更好奇了 报纸的销量就蹭蹭往上窜 足足比平时多卖出去了20% 就在大家翘首以盼 专家鉴定结果的时候 一切却戛然而止了 因为史密森尼学会站出来否认说 我们没有一个叫金凯德的雇员 别听他瞎吹 也没有一个叫乔丹的专家 最最最重要的是 他们声称 学会从来没有在大峡谷 什么洞穴里找到过埃及文物 也就是说亚利桑那共和报 为了博人眼求没家何时 就刊登了两篇假新闻 读者们大部分很失望 但是有一部分人又感到释然 他们想就说嘛 文章里面压根就没有提到洞穴的位置 大峡谷我们都去过恩变了 从来就没有看到过 什么有台阶的洞穴 所以说假新闻 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的判断的 然而就在一切看似尘埃落定的时候 有人却觉得不对劲了 因为在华盛顿DC的一个 史密森尼学会旗下的博物馆里 赫然出现了金凯德所说的 在洞穴里找到的金氏 陶器和石雕 而且在史密森尼学会的档案里 还一直有一位叫大卫斯塔尔乔丹的记录 这位乔丹可不是泛泛之辈 他是医学博士 也是斯坦福大学的首任校长 也是美国早年最重要的鱼类学家之一 他的名字和中间名的缩写是DS 亚利桑那共和报所提到的 鉴定洞穴里埃及文物的专家的名字 和他完全一致 档案显示 从1880年至1910年 乔丹教授和史密森尼学会 合作了长达30年之久 金凯德就在乔丹教授手下工作过 很多年之后 国家地理频道更是调查出了实锤的证据 原来金凯德曾经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服过役 退役之后 他就成为了史密森尼学会的雇员 而且一干就是30年 还是资深雇员了 所以史密森尼学会当年的辟谣 既否认金凯德是他的雇员 又否认金凯德的全部发现 那至少否认雇员这部分 被证实是谎言 人证物证俱全 那一开始认定这个故事 是假新闻的读者们 有一些人就开始怀疑了 是不是史密森尼学会在隐瞒什么呢 有一个叫金南的考古学家 从亚利桑那共和报的报道出发 顺藤摸瓜找到了史密森尼学会的 一小部分展品 然后他得出结论 在大峡谷发现的埃及文物 确实是存在的 那个洞穴也是存在的 他从亚利桑那共和报第二篇文章 透露出的蛛丝马迹推断 这个洞穴的位置 大概是位于科罗拉多河上游 一个叫大理石峡谷的区域之内 在大峡谷内 确实有很多政府划定的禁区 一般游客无法涉足 政府给的理由是要保护自然环境 这些禁区比如有河床 比如有在汉斯基流以南的矿山 又比如位于科罗拉多河北侧 大约71英里处的炉边小屋 大理石峡谷的这一段 确实是属于政府所划设的禁区 大理石峡谷周围 虽然围绕着89和89A这两条高速公路 但是高速公路和科罗拉多河之间 隔着无数的山林 从高速公路上啥也看不到 所以当年报道所提到的 山洞所在的那个位置 到现在为止只能是脑补 那这就有一个重大问题 如果真在美国的大峡谷 发现了古埃及人的洞穴 那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的重大发现 史密森尼学会有什么动机 来掩盖这件事情呢 在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得先搞清楚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古埃及人 真能来到美国大峡谷安家落户 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有几种解释 我们按照玄幻指数 由低到高一个一个来说 玄幻指数最低的故事版本是 古埃及人比哥伦布早3000年 就发现了北美大陆 传播学研究者贝利给出的时间是 在公元前1500年 当时的古埃及统治者是一位女法老 叫哈特谢普苏特 我们接下来就简称她为哈女王 哈女王原本是埃及十八王朝 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 秉承着古埃及王朝近亲结婚 保持血统纯正的习惯 她嫁给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 图特摩斯二世成为了王后 结果体弱多病的弟弟上台三年就去世了 哈女王膝下无子 就从弟弟的亲属里面挑了一个小王子上台 成了图特摩斯三世 而她自己是垂帘听政 听着听着就不耐烦了 干脆废除了这个妓子 自己登上了法老宝座 称为女法老 可以说哈女王就是古埃及版的武则天 哈女王虽然是夺权 但是作为法老来讲 她是称职的 她把整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蒸蒸日上 而且哈女王还特别有探险精神 充满了好奇心 特别热衷于国际贸易 和向四处派出探险队 当时的埃及和鸿海最南端的邦特地区 贸易关系很频繁 这个邦特地区就是现在的非洲之脚 和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区域 古埃及和邦特地区互相交换 象牙 香料 药材以及黄金 女王的远洋探险队也四处活动 寻找新的领地 那三千多年前的埃及人 航海能力怎么样呢 他们的造船能力可以说 让哥伦布时代的欧洲人看得都汗颜 因为根据埃及学家们的现代研究 在哈女王统治时期 埃及人已经能够造出排水量上千吨的船只了 证据是女王在卢克索修建了一座 让后世探为观止的神庙 就叫哈特谢普苏特神庙 神庙前立起来了两座方间碑 是由卢克索本地产的大理石打造而成的 上面刻满了颂养女王丰功伟绩的象形文子 两块方间石碑大约有60米高 20米宽 总重量超过了1500吨 哈女王去世后 已经长大成人的图特摩斯三世卷土重来 就是曾经被他罢图过的那个小傀儡 图特摩斯三世对自己曾经被废除的这个事耿耿于怀 当然就不能让哈女王的功绩保留下来 看着那两块方间碑就碍眼 于是就把神庙前的这两块方间碑拆下来运走了 史料上说方间碑是用船装载从尼罗河上游运到了下游的某个地方给藏了起来 能够装载1500吨重的方间石碑 那这个船的吨位即便放到今天也算得上是一艘小型货船了 而1492年 哥伦布的旗舰圣马利亚号 它的载重只有80至100吨 这一对比 那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那个舰队就弱爆了 简直就是小山板了 既然古埃及人能够造出比哥伦布更大的船 那只要有合适的海图就能够进行远洋航行 甚至能穿越大洋了 古代海图这个事儿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提到过 3000年前的古人很可能掌握着一些后来失传的知识 所以贝利认为古埃及人既有动机也有能力探索美洲 他给出的路线图是这样的 古埃及探险船队顺红海南下穿越了印度洋 大体沿着赤道向东 经过南太平洋诸岛屿穿越太平洋 来到了北美的加利福尼亚湾 然后再顺着科罗拉多河逆流而上 之后古埃及人就在大峡谷安家落户 成为了北美的首批移民 数千年前的古人能够做横穿打扬的旅行 其实贝利的故事已经够玄幻的了 一般的历史学家都不敢这么想 但是还有更狂野的呢 有一个叫史蒂芬·梅勒的埃及学家 所说的故事就极其玄幻了 梅勒说古埃及人的确来过大峡谷 但是并不是大规模的移民 而是只来了一个小分队 他们给北美带来了古埃及文化和文物 但他们还有更加重要的使命 就是联系原本住在大峡谷内的霍皮人 我们曾经在《霍皮预言末日2024》这期节目中 介绍过北美原住民霍皮族 以及他们所流传的预言 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击 现在屏幕上方的链接看一看 霍皮人在自己的神话里面说 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四个世界的轮回 第一个世界叫托克佩拉 是毁于天火之灾 第二个世界叫托普卡 毁于冰灾 也就是冰川灾难 第三个世界叫卡斯卡拉 因为战争而沉入大洋 现在的霍皮人是活在第四个世界 也就是第四期人类文明当中 在前几次毁天灭地的灾难中 霍皮族里只有品德优秀的闲人活了下来 他们被天上的星座指引来到了 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 在大峡谷的地下洞穴里安家落户 静静地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而梅勒猜想 很可能古埃及的祭司所保留的知识里 有和霍皮人相关的部分 古埃及文明的起源 人种的起源 也许与霍皮族有联系 所以他们派了一个小分队 飘扬过海 来向霍皮人打探末日的消息 但是这两个版本的故事 在史密森尼学会这儿 通通都不接纳 学会就是一口咬定大峡谷 压根就不存在什么古埃及人的洞穴 于是就回到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 学会有什么动机要否认 大峡谷古埃及人洞穴的存在呢 网友们思绪飞扬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是赤裸裸红果果的阴谋论 因为学会有一个董事会管理 质疑者认为董事会里的一位 或者某几位大佬 可能看中了洞穴里的财宝想私吞 所以封锁了消息 矢口否认古埃及洞穴的存在 这个猜测很恶意 但是确实也漏洞百出 因为学会的董事会是由美国总统任命的 有17名成员 其中包括了最高法院的法官 联邦官员和普通公民 同时在联邦政府还有相应的监督机构 要买通董事会和整个监管机构 一些人私吞古埃及的财宝 这个在操作上难以做到 也没有人能提出董事会成员受贿的证据 所以这个猜测基本上讲不通 第二个理由就比较让人深思了 因为在传统人类学和考古里面 认为美洲人是这样来的 在距今一万多年以前 一群亚洲人经过白岭海峡抵达了北美洲 然后一代一代地缓慢向南迁徙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 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北美和南美洲 这样繁衍出了我们现在所知的 美洲原住民包括极力寒带的英纽特人 直到公元1492年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 才开始有欧洲人移民美洲 现在居然古埃及人横空出世 而且居然赶在了哥伦布之前 近三千年来到了美洲 那就完全颠覆了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经典结论 所以学会里面各个领域的权威们 放下了彼此的分歧 立场高度一致的石口否认 绝不能让这个歪理邪说流传到社会上去 而梅勒的思绪飞扬更是涉及到了北美原住民的神话 关联到史前文明 而且还把它和古埃及文化结续在了一起 直接动摇了史密森尼学会的核心价值观进化论 这更加无法让权威们接受 所以就一律否认 如果人证物证都是确凿的 确实在大理石峡谷发现了古埃及人的洞穴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学会敌死否认呢 可能只有等学会自己爆出内幕 我们才会知道终极的原因 但是在此之前 得先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大理石峡谷所发现的东西 得向公众展出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咱们这期节目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柱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连古埃及人都能发现美洲 那么商朝人发现美洲 应该就更可行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